如果有一个人可以随意地拆穿谎言 我想德普就不会沦落到如此名声了 这个名叫凯尔的人 是漂亮国最有名的微表情专家 他曾在亚马逊与林研究了人类的眉毛三年 他可以轻易地拆穿任何人的谎言 因为人类的微表情是永远不会说谎的 可是光能拆穿谎言 却并不能彻底地揭开事情的真相 一名女兵控诉上司斯科特利用级别侵犯了她 可是凯尔却发现女兵在说谎 于是因为凯尔的权威 和她从来都不会出错的战警 让女兵的谎言被识破 最终被抓捕 而案件也就此结束 可是回到办公室的凯尔 却对雷克被捕时的表情挥之不去 她脸上的微表情和种种的蛛丝马迹 都让凯尔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虽然雷克没有被斯科特侵犯 但是她的表情证明斯科特不可能是个清白的人 应该这一切的真相 雷克只是那个勇敢站出来发声的存在 他没有被侵犯 而是别人被侵犯了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 那么凯尔就无法将这个案子结案 于是没有等 卡尔就迅速地分析起了雷克所有队伍们的谈话录像 发现并未有人展露出受害人的反应 这说明之前的受害人要么阵亡了 要么离队了 所以他将目光放在了这群离队或阵亡的人员身上 可完整的资料显示 整个部队都没有阵亡的女兵 但确实有一个人擅自离职了 一个叫利贝卡的女兵擅自离队消失 而且她还曾提交过斯科特·Sara的报告 于是卡尔迅速地动用了自己的资源 费了好大一份精力 才锁定了她可能的尝试之处 在测试专家面前撒谎 简直是班门弄斧 于是他们找到了贝利卡 并且将雷克指控上司被捕的事情 一一全盘拖出 卡尔希望能从利贝卡这里得到真相 还有证据 而利贝卡也绝望地告诉了卡尔 自己被斯科特长时间侵犯 一天几个月几乎每晚都如此 她本应该是所有士兵的后盾 可到夜晚 她却成了比战争还可怕的恶魔 终于有一天 她再也受不了了 就选择擅自逃离军队 在一切清楚了之后 也希望利贝卡跟他们能够回去 因为真正的坏人必须要经受审判 而且部队明天就要开拔了 再不回去就来不及了 还有那个为她 为所有人站出来发声的雷克 也正在监狱之中 但利贝卡情绪却非常激动 她害怕回到那个地方 只想远远地躲着 什么都不管 但是卡尔绝对不会放任真相 被掩盖 早已预料着这种情况的她 直接叫来了军队的人 将她强行带走 恐慌和躲避是变相的纵容 就要有雷克这样敢站出来 哪怕受伤的勇气 也要有卡尔这样绝对的冷静和智慧 随后卡尔便找到了军队的长官 说明了整个事件 并请求重新调查 可是一知提问斯科特的时候 所有人还是被她的无耻所镇静 原来自知躲不过的斯科特 开始声称他们是恋爱关系 并且拿出了两人的亲密合照 作为证明 欺负的就是利贝卡的软弱和恐惧 果然这一招阴险 让所有的指控瞬间失效 但卡尔可是在亚马逊 看了三年没望的男人 只需要五分之一的微表情 就能解读人们心中所有的谎言 所以她并未纠缠 回去之后 仔细地分析了这张照片 众人一一对比分析 最终确定了利贝卡在害怕什么 他们称之为命令是侵犯 当你的领导或老板在骚扰你是 你害怕丢掉工作 当你的部队上次骚扰你的时候 你害怕丢掉性命 于是他们必须遵从对方隐晦的命令 所以很快 卡尔再次找到了利贝卡 事实也正是如此 而这也成了目前面临的所有难点 斯科特从来没有使用过暴力 利贝卡也没有行为上的抗拒 这看起来就好像是你情我缘 他很害怕 大家知道如果你跌过他 他会让你驾驾驾驶 驾驾驶 拒绝一次就打一个月的头疹 如果当时自己不配合答应 那现在可能早已经死去了 利贝卡知道自己无法赢得指控 所以才更加的害怕甚至逃跑 可这一次不一样了 因为他有了卡尔 为了赢得真相 从来不信任测谎一的卡尔 罕见的用上了他 原因是因为他存在着漏洞 którym invited me to have sex will have sex with them we had a relationship polling you then have sex with them no but use my commanding officer against our he dibroken forov elite?] that's a lie 'l nottrue partor miles Bolag爆 says it is i don't care what the machine says she's making it up I never made her drive lead You never made her drive lead? No I thought that GT rotate You never made her drive lead? I never made her drive lead It's a lie Sergeant You don't have to respond So, as long as she was in a relationship with you She never had to drive lead Is that right? Sergeant Scott Is that right,Sergeant Scott? Sergeant Scott, don't Is that right,Sergeant Scott? You don't have to respond Yeah Yeah, that's right 卡尔利用了人们对侧谎仪的盲目信任 以及有策略的问话和激怒对方 让斯科特陷入了一步一步的陷阱 最终被抓捕 而利贝卡和雷克被无罪释放 策谎仪有着非常明显的漏洞 人们会因为干扰而出现其去波动 而只能检测波动的机器 常常混淆了谎言和真相 因此,卡尔一直坚决反对策谎仪的权威 可这一次,他却利用了这一点 用那失效的策谎仪 测出了该有的真相